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蘇 我現在已經很久很久都沒有做這個視頻日記了 現在我要給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個生活狀態 生活 對 首先呢就是我現在已經到初三了 就是學業壓力比較重 就是一天到晚就坐在學校裡面 就是感覺下課的時候也不起來也在做作業 就感覺腰酸背痛的 所以我提醒大家上課下課之後呢 一定要起來站去活動一下 每天就是像我這樣腰不好腿不好的膝蓋不好的 對 然後呢 還有一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最近這個眼睛變單了 發現沒有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變雙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又變成單了 就是很很疑惑 對 我就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來我就發現 我說誒 怎麼不對勁啊 我發現哦 原來是眼睛變單了 我說嗯 就是感覺其實也可以 我覺得還是挺帥的 哎呀都帥 對 然後呢 感覺 啊最近重慶變冷了 然後呢 我之前上課就是一老師他說 我之前一個朋友他說北京那邊更冷 他說那邊有十幾度 然後重慶這邊呢是 好像是17度最近左右 嗯 還是比較冷 對 就是 就是 我當時從 從一個 當時我們學校不是校服嗎 就是從夏莊 直接過得到冬莊 就是那個秋莊什麼棒球穿那個都不穿 那個直接 套什麼 外套衝鋒衣直接上學去了 哇這 太冷了早上 感覺 重慶沒有 沒有秋天和春天 對 好我現在下午 下午現在12點半 我現在馬上回去學校考試 考英語 考數學 考政治 好漂亮 掰掰